6月9日 香港保公益稱修例大聯盟宣布 截至當天中午12點 共獲得超過70萬香港市民 以實名方式參與網上連署 支持修訂逃犯條例 大聯盟召集人及發言人黃英豪表示 這個數字顯示特區政府提出的修訂逃犯條例 獲香港主流民意的支持 保公益 護法治 護法治 長修例 香港不是逃犯天堂 當天中午 大聯盟在政府總部東一門外舉行集會 期間呼喊口號後 將請願信遞交給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 黃英豪稱 網上連署不到2月就有超過70萬市民支持 說明此舉深得人心 希望條例修訂能如期完成 堵塞香港法律漏洞 我們覺得香港是極之需要填補目前這個法律的漏洞 而廣大的香港市民我們都希望社會繼續是安全 大家能夠安居樂業 大家的治安能夠是繼續越來越好 回歸22年以來呢 我們實際香港大家的治安 今天是有目共睹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黃英豪及大聯盟部分副召集人也紛紛表態 希望民眾能回歸理性 不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我覺得最近反對派是嚴重誇大了這條條例 還有大家都明白這條條例只是針對犯下嚴重罪行的逃犯 廣大的市民我估計99.99%都絕不會受這個條例的影響 事實證明他們自己更了解一地兩點也好回歸也好 都是帶給香港更多的遍避 和保障香港7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 這次的修例都一樣 同時在香港多處地標建築的戶外大坪上 也打出標語支持修改逃犯條例